环保部支援循环署长9号这天特别前往泰山的工友市场 表达对市场和摊山响应不塑政策的肯定 新北市目前共有47处工友市场是已经设置了 Redbag代代相传的回收箱 平均是每个月可以减少约2万个的塑胶带使用量哦 今年6月加入新北不塑市场行列的泰山工友市场 正在举办代代相传逛市场活动 环保部资源循环署长赖茵茵 今9日特别前往泰山工友市场视察 表达对市场其摊商响应不塑政策的肯定 让民众养成习惯 所以我们会告诉大家说 那你不用塑胶带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替代 所以我们提出了减缩三招 那同时呢也用鼓励的方式 那希望说你这个可以很快的养成习惯 环保局长陈大伟表示 新北市目前共有47处公有市场 已设置REBAC带带相传回收箱 让民众逛市场购物 忘记带购物带时可自行取用 仅经113年上半年就已减少约12万2000个塑胶带使用 平均每个月减少约2万个塑胶带 我们在市场入口处 如果大家进来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有设施这个REBAC回收箱 这个回收箱里面的回收袋都是民众捐赠 家里面有在使用的捐赠出来 可以放在回收箱 这个回收箱里面的袋子 就表示让民众在市场消费的时候 如果忘记自己带购物带 没关系 至少我们还有回收箱可以来取用 环保局表示欢迎市民朋友永远参与 一起将减速行动融到生活中 共同成就不速市场 记者虎宣泰山采访报道